假设我今天要找某一个 某一个人 比如说菜头啦 或者是小咪等等的 假设这个菜头 那我如果要快速查询资料的话 以往你要快速查询 那不外乎就是用什么呢 寻找 Ctrl F 就寻找 要不就是用筛选 那筛选的话 当然你如果说筛选 那你可能要做好几个动作 假设你希望说呢 按一下那个 比如某一个按钮 他会快速跳出一个 简易的一个出入 输入的一个方块 那这个地方可以输入一些文字 那我们可以用input box 丢一个菜头 给 这个我们的查询 实际上我们也是用筛选 只是说筛选好多个动作 我们只是把那个 动作先完成之后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再做一个修改 把那个筛选的条件 丢一个条件给他 那后面当然 会利用这个地方 要做什么 当然你可能要 学会几个 不外乎就是说 这个名称将来要新增一个工作表 所以这边的话 会有一个需求 就是说 如何利用那个工作表 物件 就是shits 去帮我新增一个工作表 第2个的话呢 如何帮我把新增的这个工作表 放在最后面 这个 很重要 所以act shits.com 就是最后面的意思 并且把那个shits.com 最后面那一个 因为重新 又新增了一个 把它的名称改变 所以你这里 可能会需要 好 就是 熟悉这个 所谓的那个 工作表的一个属性 叫做name 点name 它的名称呢 请你帮我改成菜头 然后呢 这边按确定 就去完成了 所以上礼拜 大概重点在这 按确定 那他会把查询的结果 丢整个就用复制贴上 帮我再把它贴到那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其实这里面呢 基本上 是利用所谓的那个菜头在这里 所谓也是利用 刚刚所讲的这些动作 当然 大部分的 程式 都是运用所谓的那个 录制聚集的动作所做出来 所以这部分我想上礼拜有讲到 尽可能的 录制聚集 主要是解决你可能有些程式 是不会写的这些相关问题 OK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做出来菜头 我们切过来就可以看到菜头 当然最后呢 我有讲到有几个防呆的机制 包含就是说 假如说呢 我点他 按确定完全没做任何事情 那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做一些 防止错误 防呆的机制的话 那就会 因为这样 没有东西 那你要让我查 我一定查不到 我也没有东西给你啊 所以怎么办呢 会发生错误 所以要防呆 那要怎么防呆 上礼拜有讲到吗 判断什么 这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呢 跳出一个警告讯息 请务必输入资料 然后呢多一个动作 跳离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Safe 安全 但是呢 我后来又多了一个 因为你跳离之后呢 什么事都没做 可是好像你本意不是这样啊 可能你忘了输入 那我还怎么 利用GoTo的叙述 帮你把它移到什么呢 最上面 应该还记得吧 上礼拜才讲到 那回头可以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 他一定要输入 所以你这边假设说 你要输入 可是问题 这边说防呆二 如果上面有老王了 可是你又输入老王的话 假设了 如果说呢 原来的状况 老王 输入上去 那如果 以前的状况是 按确定 城市 挂掉了 为什么 因为 上面已经有个名称 那你又取 一样的名称 那 add 怎么 就选择点add 可以新增 可是呢 会卡在哪一行 一定会 点name 重新命名 那个部分 你如果把老王的名称 放过 他会发生什么 这上面已经有个老王了 你不能有重复的名称 他就会停在那一行 会告诉你说 名称重复 卡就停住了 所以怎么办呢 防呆 那怎么防呆 我上礼拜讲过 当你按确定之前 你先检查一下 从第1个不用 第2个以后 全部往后check一下 有没有一样的名称 如果有一样的名称 当然我们比较贴心一点 先把他旧的删掉 帮他产生一个新的 那通常 会这样做 表示说 他要update旧的资料 因为呢 可能底下又有新增一些资料 他要把 就是资料 重新再更新过 因为这个假设 这个打把那个 Excel 当资料固用的话 那当然也许前面会有个表单 那使用者可以一直 insert 一直新增资料 那资料会一直新增 或修改 或删除 那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就是 先 找一下 有删掉 删掉之后 一样再帮他重新查询过 所以 有没有 这个原来的老王不见了 取而代之就是新的老王 ok 又有新的查询 那不外乎这个是防贷二 这上礼拜讲过 所以第一个没有输入 第二个 已经有了 你就把它删掉 所以这边会需要 学会 一样 就是工作表物件里面的删除 所以工作表物件里面 要删哪一个 删那个叫老王的那个工作表 点delete就好了 ok 但是他这个地方 点delete的时候 他会跳出一个 就是align 一个讯息对话方块 如果是删除 他会先确定说 请问 是否确定删除 反正你有几个 他就跳几个 你只要删除 所以呢 我这边好像上 礼拜特别强调 你可以把它关掉 那由谁去管 就是由application 上礼拜特别强调 反正呢 excel里面的老大 就是他最大 application 所以我们vpa a指的就是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所以excel的application 所以他 里面有个属性叫 displace alone 把它等于false就好了 他就不会跳出是否 要不要那个删除 对不对 所以防呆二 那还有什么防呆 防呆三 防呆三什么 有点忘记了 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反正好有防呆三防呆四 我看一下 这个有时候是 找 刚好遇到的话 对 如果没有 没有结果 意思说呢 你查那个 某个关键字 结果那个关键字 根本你查不到资料 那你查不到资料 你还帮我新增 一个工作表 没意义吧 所以怎么样呢 确定一下 那怎么确定 如果他查完之后 砍错向下 是1048576的话 那就跳出 没有资料 比如说我查什么呢 假如说我查的是 有老王 但是没有小王嘛 所以 小王的关键字 最近好像在 那个什么 新闻里面常出现 OK好 那 按个确定 那这个按确定是 没有小王 所以他怎么样 也不会有 帮你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按确定 有没有 查无资料 为什么 因为从这边向下侦测 那因为刚好1048576 所以回来告诉你 没有资料 也不会新增 就按确定 但又怎么样 恢复回原来的状态 OK 什么事也没发生 大体上 会有这三个房呆 反正你做一个查询系统 基本上这三个是最基本的 但还可能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那你可以 针对你实际上的查询需求 你可以去补上 可能会发生错误的地方 反正你全部补上之后的话 我想这个查询系统也就稳定了 最后我们好像还有补一个什么 因为你可以筛选业务 那可不可以筛选产业别 筛选产品 筛选客户名称 只要是 这里面的话是文字的话 其实都可以共用 一个所谓的共用的那个方法 所以最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 这边有多了一个那个所谓的 把筛选业务 改成叫筛选 可以透过名称 跟栏位 的那个两个参数 然后呢可以拿来共用 那名称指的就是你是业务啦 还是你是什么产业别啦 还是你是产品 那栏位指的是第几栏 因为你用那个筛选 资料里面的筛选 它的Field 这个Field 后面预设的 冒号等于是传递参数 预设只是为这三 为什么 因为业务在第三栏 可是如果将来你将来要产业别 那就第四栏 产品就第五栏 客户名称就12栏 所以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改成什么 业务 筛选业务改成筛选 那将来要怎么去使用它呢 你可以用筛选业务 筛选业务 这个地方可以用call call什么呢 筛选 然后传递两个参数给他 第1个参数呢 指的就是 业务嘛 就他的名称 第2个呢是要查第几栏 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产生一个筛选业务 那当然也可以产生 产生什么筛选那个产业别 比如说我这边 我习惯是 再把这个按钮复制贴上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才会一样大 那你可以再把它 排一下 我记得 在这个 这个新的功能 就是 如果你要对齐的话 我记得好像在2010以后 它会有那个可以让你怎么把这个对齐的功能 但是 2013好像功能更多 可是2007就没有 所以变成你怎么样 要把它对齐 恐怕有点难 而且大起来要设为一致 还不容易 所以 我就先把它贴上 一样 然后呢 这边筛选什么 产业别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利用上个礼拜 共用的方法 其实我什么事都没做 共用了嘛 那这时候 如果要查什么 查金融业 查资讯业好了 那其实我可以什么 这个地方按下他 有没有 请输入 这个有没有 因为呢 我是透过什么 call的方法 并且传递这个名称给他 所以将来在input bus这个名称 会随着 我传给他的名称 有没有我传给他call 产业别 所以产业别丢过来 然后我就输入一个产业别的名称 OK 然后这边把它贴上 按个确定 那其实他也会做刚刚一模一样的事情 只差别 就是说那个feel的后面 我是本来是3 我传4给他 他本来查的是第3栏 这个时候查的是第4栏 其他都没变 按个确定 资讯业会会出现 资讯会会出现 查出来就资讯业了 其实他一直可以推 产品的话 反正就传一个产品的名称 然后呢 查的是第5栏 一直可以推 不过可能你要分分开来的部分就是说 如果是文字 假设栏栏里面放的是文字 你就用文字的筛选方式 但是如果你今天里面放的是数量的话 有没有 这个是数量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用那个 数字比对 比如说大于小于等于戒于等等的 那如果是 日期的话呢 那又是日期的筛选方式 但如果你这些都注意到的话 以后呢 基本上 等同就是把什么 e-sale当资料库来使用 所以以后呢 基本上你可以把 不需要把资料再丢到资料库了 直接就把e-sale当资料库来用 就OK了 当然你未来如果说要 担心说他查询速度不够快的话 还有一个方式 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都丢到资料库 那你可以复习一下 就是前面我们讲过那个 MySQL 然后回去的 不过这个MySQL 一定要常用 不然很快就不知道怎么用 尤其是这么多篮 12个篮位 之前我们练习 大概才5篮 顶多5个篮位 那如果12个篮位 反正做法是一样的 只是你要12个篮位 然后分别给他什么呢 日期 这个 这个可能要用那个double 因为他的百分比 可能要转换成 小数点 那这个的话可能用vatcha 这用vatcha 这个数量的话 可能用int之类的 那你可以建完之后 一样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新增过去 但是如果说你要把它查回来的话 可能就不是用什么 用资料里面的筛选 而是 必须用那个 SQL语法 SQL 之前有讲过啦 那SQL里面有个selector selector实际上 就等同于 Excel里面的筛选 OK OK 其实他的观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呢 SQL语法你必须要自己下条件 而且你要自己熟悉SQL语法 但是呢 在sele里面的筛选 完全看不到 不需要指令 因为他已经帮你全部都做好了 所以这部分我想各位 可以把我刚刚讲的部分 稍微再重点回顾一下 我是把它放程式码里面 那这边的话 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刚刚做这些事情 主要的原因是 是来利用 Excel 达到 查询资料的目的 那 当然这地方 在Excel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函数 如果用这个来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啦 所以如果你要复杂的查询 可能还是需要用这些功能 这上个礼拜都有啦 城市也都在这边 OK 那 另外的话 其实底下 那应该还有一个就是 多重的查询 比如说我可能不只是查一个业务人员 我可能要查两个 或者是说呢 我可能要查询的是产业别 而且有产品 等于跨 跨多个栏位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我想各位稍把那个上礼拜部分复习一下 然后再 也许再用另外一个方 另外一个范例吧 比如说实价登录之类的 那在网络上面其实有蛮多开放资料的 这些开放资料其实都有助于各位在做一些大数据分析啦 那这些资料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像政府机关 他要让一般的民众了解 政府施政的进度 所以他会尽可能的把一些 公开的资讯 都揭露在网络上面 那未来其实政府 只会越来越开放 他没有办法封闭啦 不像以前可以 之所遮天 可以瞒天过海 做很多事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同样的 其实就像说 每个行业也是一样 你如果要真的要能够 赚 真的要获利啦 你那个产业 真的还是不能封闭啦 因为 我的感受 其实像很多嘛 你实际住行现在 全部都要揭露 像实价登录住的嘛 对如果你不上网 你不可能不上网嘛 对不对 就像现在 他什么 住宿也是这样 出去住啊 现在 你不用 订房软体 不知道各位说 你如果用打电话的 还跪耶 被跪到了 你用那个 比如说 Booking Agoda 或者是 那个 Shifago 等等的 你要不然 而且还要多比较几家 价格还不一样 当然差不多啦 差个 一点点 可是一点点也是 几天住下来也是不少钱 所以未来当然你要被看到这件事情 是比 可能你要隐藏的来的更重要 因为以往你会赚钱是因为资讯不对称嘛 比如说我仲介嘛 那我报给你的价钱 跟实际上的价钱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又无从 可以了解 但是现在不一样啊 你不揭露也不行 现在大家都想清楚嘛 就像你去订房也是一样 对 你去 这很离谱 我打电话去 报了个价钱 后来我在 那个 手机上看的 居然还差了一倍 还贵一倍 对所以 你用传统的方法来 来来做 恐怕 还网路上买东西也是一样 有没有 太多了啦 同样的东西 即便在卖场 没有在那个虾皮 还要便宜 虾皮还免运费 东西真的又 价钱又差了更多了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未来 如果你真的要 得到一个好价钱 还是非得要 学会一些方法 而且现在甚至网路还不如用App 还跟你讲说用App还可以让你更省 对定任何东西他跟你讲用手机App 还可以更便宜 所以 这些其实都是数据的揭露啦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可以 得到一个资讯的 就是 比人家早知道更多啦 相对当然就是 也是算是一种竞争力啦 所以大数据其实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预测 某个 某个 值 那某个值当然你就需要用一些方法 其实我觉得用查询系统里面 当然 你也可以用资料库啦 不过我觉得资料库有点像舍尽求远 绕一圈最后还是回来的 倒不如用这个方法 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种方式的话可以找非常多的 其实你身边只要有 牵涉到查询 其实都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试试看 哦